各家大牌来报到 由山玩水吃到饱 大牌档案赞啦 I like radio 中国流星网 起离世界 我是秀源大牌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最棒的大牌档案赞啦 邀请到我们的另外两位美食家 然后陶礼君跟米儿两位好 大牌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米儿 大牌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陶礼君 今天呢这个两位小美女来 要跟姐姐一起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闺蜜小旅行 最近我们其实还算是不错 很愉快的进行了几场两天一夜 三天两夜的这种小旅行 好开心哦 那我们首先先从我们上次三个人吃很爽的那个部分好不好 酥奥 烟波 不是只有烟波 吃很爽 泡很爽 睡很爽 因为酥奥其实就是一般人 大家去宜蘭通常去郊西那边嘛 那其实酥奥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像我们这次不是也去了很漂亮的 我们先去吃海鲜 对先去吃海鲜 要去喝咖啡 因为他们海边有很多咖啡馆 那我们这次去的那一家其实是蛮新的耶 真的吗 对因为我后来查了一下就是发现 我们是不小心撞到的 对我们是不小心撞到的 然后因为他沿海他整个海岸线都有很多咖啡馆 然后我那时候在挑的时候 后来我挑这一家是因为他对面就是一个停车场 很好停车 因为他楼下好像是一个帆船俱乐部之类的 然后所以他他前面很好停车 所以对于因为去苏澳的话 你通常还是要自己开车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到那边去之后你就停好车 然后到他隔壁的二楼 他因为他制高点往下看海 其实风景也不错 而且他是算是苏澳海边的咖啡馆里面 少数有山景跟海景的 因为我们那天有在他旁边的那个落地窗 然后绿色的那个绿意盎然的那个落地窗 我觉得那边很漂亮 而且他那边装潢很棒 我觉得其实就是感觉上是有一种网美咖啡厅的feel 很多年轻人 就像他做的饮料也漂亮 他做的饮料也漂亮 像李俊姐那天喝的那个地瓜 紫地瓜拿铁就很有意思 那个效果很好 我那天都没有问你喝起来什么感觉 feel吗 就有那个紫地瓜的味道吗 就是好喝 这个美食家不能这样讲话 你觉得这个答案你满意吗 当然不是这样 我觉得他因为他有地瓜 可是问题是他没有那么浓的地瓜味 我觉得蛮好的 奶香十足 对 也不是奶香 就是他其实是 我觉得是因为他的纯度 他用的那个奶可能就是香味比较高 所以呢他直接盖过那个地瓜的味道 但是你会闻到一个浅浅的 地瓜会在烘焙的香气 烘焙的香气 所以在最前面你喝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现在的感觉上好像就是大家做饮料的时候 都把养生放在前面了 所以以前其实我们听不到什么地瓜咖啡 地瓜什么东西 现在就是有这种什么各种的那个 坚果类啊 就做成这样 对 那些饮料就是 就是他就是把一些养生的元素都给放进去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拍起来很漂亮 就是跟传统的像拿铁拍起来就是差不多样子 但他有层次 对他就有层次 然后像我们那天 因为我喝的那个什么西西里咖啡 他们家做的也很不错 就是像那种很热的天气 然后来一杯很冰凉的那个就很棒 严格来说是这样子 我呢其实也不期待他的东西好喝 因为我觉得他的环境就很无敌 所以我就觉得我心里就在想说 反正他就找几个漂亮的妹 然后在那边在吧台上可以摆拍 但是他端上来 其实不管是饮料跟清食都蛮到位的 这其实是我当下子觉得很意外 我们虽然在那边拍半天 但我觉得我不期待我入口的东西是有分数的 结果他意外的好喝以及好吃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很加分 然后我觉得说就是你知道 你很容易在你旅游的过程中就踩雷 但是我觉得那天其实蛮开心的 就是看米儿他们找了这家店 我就说了其实我觉得他的focus会在那个场景 但我意外的是他东西是非常好吃的 而且那天我们是随便点 我们是随便点 并不是说我们真心觉得他有什么东西是必点 然后推荐没有 我们也没有上网去看谁吃了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意外的惊喜是让我觉得 就是在这过程中非常甜美的一个记忆 我觉得其实现在就是在路上的时候 有的时候小旅行就是要有一些不一定的惊喜 我们这次主要是去吃烟坡的海鲜 因为他的早午餐不是要吃那个啦 那个螃蟹饺 早餐 松叶蟹 然后你看大家这样的眼睛都往上掉 到底在吃了什么东西很多很好吃 因为一般我们去住饭店早餐都要很早起床 像我们三个都是那种很晚睡很晚起的人 真是太开心了 这个重点有没有画到我们三个都是很晚睡很晚起 没有我们有画到听众朋友的心理 不要太早起 但一样可以吃到早午餐 因为度假的时候不就是要睡的晚晚的 我再说一次为什么饭店早餐到这么快就收呢 真是不明白了 因为他要卖午餐 不要不明白 但燕波他们的早餐 就是他们的早餐就供应到一点 所以他们就要早午餐 供应到一点多赞啊 我快睡到自然醒欸 你看这种多激动 我有一次跟米儿跟李君 反正约好吃饭 就有一天十二点了 米儿还没到 后来她说 对不起我先生才睡醒 我还记得有一次这个都很好笑 他后来还是赶来了 他完全忘记要吃饭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老实说 像李君我不太确定 我是个晚睡的 我也是 米儿也是每次都半夜跟我穿东西 但后来我发现李君也是晚睡的 一两点钟 你这样说呢 留一堆很感性的话 心灵鸡汤 你知道我们上次去苗栗的小旅行的时候 她半夜来送安眠药给我们 真的 我生怕别人睡不着 不是分手 欸这个是会剪掉吗 因为我送安眠药 那叫好东西好朋友分享 助眠药 助眠药 他怕我睡不着 因为我那时候好像三点了还在跟你 不是睡不着是很痛苦的 我有一天不是也忘记带我的睡觉药吗 但是我就没有很狠心的去找他们两个 所以你应该来啊 第二天早上黑眼圈 你知道我的分量都是 我的分量是足够 就是对 就像我爱你的分量 足够你不爱我 感觉到我睡醒了以后 我还是记得你的爱 我记得你的爱 结果后来我们隔天就去吃那个 因为她松叶蟹早餐 其实是要另外加价的 可是她的价格超便宜的 两个人算200多 还没有double 等于是第二个人加价再减半 所以真的是一个符合算的下鞋 而且一个人她是四只松叶蟹的蟹饺 反正就是爽吃的概念 我觉得如果就是 有些人其实是蛮喜欢吃海鲜的 那我必须说她的自助 那个早餐自助台 很澎湃 其实是很澎湃 那我觉得她有一点 我觉得蛮好 就是你看得出来 其实客人是很多 但是我觉得他们补餐的速度 补餐速度很快 就让我觉得不会有 那种感觉说 蝗虫过境之后 东西是空的 因为我就得等在那餐台上 那你知道我后来才发现 如果你一个人等在那餐台上 如果他不赶快 下面的情况会这样 就很多人都会等在那餐台上 最后一上来就抢 就一上来就抢 其实这更不好 所以其实饭店她已经有点了 就是说她尽量不要让她是属于空的 那我觉得她的这一点 我觉得做的蛮好的 而且我觉得她选择好多 然后那个时候还有米其林 比比登的那个什么面 那个沙盒粉 沙盒粉 还有一个是那个 类似像打卤面 那个叫什么面 有一个胖胖那个师傅 没关系 没关系 但是反正就是我觉得 他们的那个就是 感觉上的选项很多 他当地的食材 很多当地的食材 像是他那个 因为宜蘭的捕肉很有名 他就在餐台上面就放了那捕肉 而且他的捕肉不是一般的捕肉 泡把 他的泡把是有加一个什么香料的 什么香料我也忘了 但是因为他加了那个香料 所以他的那个泡把吃起来就是不腻的 对因为他们 我记得他们那时候做 就是做好像是做八大主题吧 就是宜蘭的不同的那些选择 像他们也有那个 他们宜蘭当地很有名的一家肉包子 在那边也吃得到 所以你不必特地跑去那边就可以吃得到 有中式有西式有日式 就是各种的选择 而且因为他是自助餐 就是不管你吃多少 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说 为什么自己的肚子不够大呢 看的每个都好吃 但你实在是塞不下去 尤其是要留位子给松叶蟹 不过像我们三个一起去的话就很好 就是我们可以拿了 之后大家吃个一小口 然后吃个味道这样我觉得蛮好的 不然的话就真的要自己去吃的话 那真的我觉得根本吃不到一半 所以大家其实如果真的很想去尝试一下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就是为了松叶蟹去的 特别跑到宜蘭苏奥 所以第一个是我们觉得这个物超所值 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有一个过夜的小旅行 就是我发现其实在那里睡还蛮舒服的 第一个是除了吃的好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泡汤这件事 他的汤 好 我来介绍一下两位很蛮重要 我只能说汤真的很棒的原因就是因为通常很多的泡汤池 其实就是一个热汤 热池 温泉池 可是它有一个冷泉 然后他们其实并在一起 全世界为二 然后呢因为我一开始看到那个热池的时候 温泉池的时候我只觉得这个颜色 因为是铁拳 我还一直打电话 我说那个水龙头是不是 就是你会觉得有点 因为它空的时候 那个汤池也是有点黄黄的 那我其实有点想说 放满了以后很黄喔 完全不透明 对但是因为它就是铁拳 它真的是 我必须说就是 它应该是我在台湾泡过最好的泉池 而且它的冷泉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泡冷泉 它冷泉 你知道大部分的冷泉都是 你一进去你就觉得 它就是很冰凉 会渗到你的肌底层 然后就会觉得很刺激 可是它的冷泉不会 它就是轻轻的柔柔的 然后有一点温度很低的 渗到你的肌肤里头 感觉上好像是抱了一个非常 因为其实舒浩的冷泉 其实它也是有气泡的 对对对就感觉 你可以看到小屁股 我就是 我主要是泡了那个铁拳 但是我那时候还在怀疑说 真的不透明 但是冷泉 冷泉的时候就泡进去的时候 就泡脚而已 确实是有小泡泡 吸在你的皮肤上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听听杨诚琳的庆祝马上回来 中文联系网起离世界 欢迎各位再多回到今天的大牌档案 讚啦 闺蜜小旅行邀请到了我们的小闺蜜 陶底君跟米儿 我每次写米儿的时候 然后那个打字 就会打出女儿 后来我想想也差不多了 就跟两个闺蜜 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 我们刚刚其实谈到了苏澳的热泉冷泉 就是全世界只有两个 一个是在意大利西西 这就是我必须跟听众朋友一定要分享 就是它是每一间客房都有独立的 两个池 而且池很大 而且池很大 然后呢 它其实的全职 因为我泡过日本的温泉 我觉得它的其实它的全职已经接近是 因为它的本身就是说 它其实是唯二 就跟意大利的西西里的 它其实跟日本的油马温泉也差不多 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是温泉的达人 我就说了就是 因为如果你只是很想泡很喜欢泡 可是你搞不清楚全职这些都你也不要求 那我觉得当然就不必可能说特别来到 但如果你要求全职 如果你想要真的享受泡汤的这种美感 就是说泡出来会有美人汤的感觉 萊塑奥 烟颇 但是因为其实台湾大部分的温泉 都是强调说是碳酸氢辣泉 就是美人汤 就是那种透明无色无味的那种 那其实像铁拳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因为它其实是对女生很好的温泉 就是我们女生常常缺铁 对 它是一个对女生身体很好的温泉 所以其实真的就很适合闺蜜一起去 其实我跟你说 我真的觉得她可不可以在台北市 如果有的话 真的我觉得我就会变成 那很难拉不过来 不是 我就会直接加入她的member 我每天泡你相不相信 你就可以泡出一个美人出来了 真的因为那拳职太好了 真的 可是那个拳职就比较就是 你上身上岸之后 你稍微冲洗一下 还是要再冲 要不然毛巾就是那个颜色 毛巾就是那个颜色 就是往往你又觉得 就是铁嘛 就是我觉得夾不了的 但是泡温泉本来就是这样 你上来以后就是 你下去一下先冲 然后泡完了以后再冲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 比较有功德心的泡法 然后那个毛巾 也不会给人家弄得那么黄黄 其实是舒服啦 那我们三个人都已经各自牺牲了色相 尤其是陶礼君 他是那个正面这样拍的时候 就觉得 但是我已经有K字了不要辣了 所以大家一起上点书去看看 然后我觉得其实除了在这个地方 就是泡个好汤之外 我觉得睡眠很重要 他一进来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 晚上有一个那个就是好眠枕 枕头 可以选 可以让你选好去枕 但是你要先抢先赢 因为听说大家都懂这个 所以都会抢 因为其实你出去玩 就是希望能够睡个好觉 所以那天我们在check in的时候 就直接先跟客房那边讲 因为他们好像是晚上的时候 会有一个枕头盏 就是会跟客人介绍枕头的特性 然后你当场就选 可是因为你如果晚去的话 就可能就选不到了 那所以我们就一check in的时候就先选了 那我觉得他的那个location其实也很不错 因为他旁边其实就会有一些 也是一些小的咖啡店 那小咖啡店真是太搞笑了 那天我们带了一个什么来着 排泄物 他的店名叫维生所 但是他里面就是在卖排泄物 就你如果点菜单上面有一个叫排泄物 他其实是双麒麟 看完以后对双麒麟都有障碍 我一直问他 我一直问他 那什么意思 他就跟我說 但这就是让你印象深刻 双麒麟 但是我们后来去 原住民青年开的那个咖啡館就很不错 但是那一天 我们其实大家都起来拍日出了 不是大家 是两位 但是我告诉你我是真的没睡 因为我那天忘了带药 我是特别起来拍日出 我是睡得很舒服 我睡得很舒服 可是因为我想说难得可以看到日出 这么认真也不是办法 而且我还用那个缩时摄影 我把那个手机架在那边拍缩时摄影 所以我就拍到那个太阳 慢慢从山上出来的那样子 因为这个饭店很有趣的是你在check in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隔天的日出时间 所以你就可以很精准的抓到你该什么时候起床去拍日出 你看我完全就没有听到这个关键字 你就是选择离个好枕头睡觉 对 选择好枕头 其实他晚上的时候 我是因为我自己后来又下来 我其实觉得他大厅 因为晚一点大厅其实没有什么人 然后我分享一下 我觉得他有一个服务人员真的很贴心 他看我那边他就说你需要拍照 我说我只拍棒 然后他就说我跟你讲这边很好拍 我说谢谢 然后他就说我这样打扫会打扰到你 我说真的不会 就是因为很空旷 那些人已经没有了 你就会觉得说其实没有人的时候 整体的感觉也很好拍 就是因为他那个大厅很挑高 所以拍起来很漂亮 其实我是觉得这么静静的地方 因为我们等于开车一个钟头就到了 不塞车的话 这种静静的地方 然后我们可以 我们又先去吃了海鲜 海鲜的停车费的时候 要提醒一下大家 是不是那个帅哥 小哥很热情的来说 我帮你开车 帮你停车的收费 他其实就是他前面是一个 我觉得是公有的啦 但是他们就是好像是收一次的费用 那你其实如果 因为其实还是建议平日去啦 因为假日去应该就是塞的满满的 所以他们才会那样收费 因为你如果再往前一点 如果往空的话 我们在前面两个停车就没有人收费了 对 因为我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看到有停车费的话 可能在台北抢停车费在场很兴奋 看到停车费就先停了 就后来才发现在往前有更多停车位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 因为你刚进去 如果大家都抢在那边停的话 不过他守了这么久啦 50块也还好啦 其实你觉得 前面这么多位置 觉得有点那个 有愉悦那头 但是我们吃的海鲜也蛮好吃的 因为原来那家海鲜店 其实在那边也算是还蛮有名的 然后他就是像是一般的海鲜店 就是在门口点你想要的海鲜 你看我们那天真的也是瘋狂的 点的太多菜 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那天是week day 有好多家都不开 对 但是那家就是 好任性喔他们 平常怎么吃饭前面都不开店 假日生意太好了 但是我们去的那家好像就是幾乎都有开 其实我本来要带你们去另外一家 那一家类似像日式食堂 然后是吃类似像定食那样子的一个 就海鲜定食那样子的餐厅 因为现在在那边也是 弄成有点类似像文清风的那种 咖啡店或餐厅在那边也很多很流行 只是我们这次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那边 我们下次我们不是还要再去另外一家 其实真的就是大家都很期待 我发现我们三个人还蛮合的 所以各自没有太大的毛病 要不然的话你们知道 有的时候跟男朋友出去反而会翻脸 是闺蜜就还好 是不是 那我们再来聊一下 就是说其实我们那天还碰到了一个圆明朋友 然后我们其实也是经过也不是特别早 就发现那个小院子好可爱 好可爱 他种了好多绿植喔 就是对我们这种很爱种绿色植物的人 你会觉得他怎么可以把绿植种的那么好 我们很爱种绿植 然后陶礼君 陶礼君是很爱收绿植 收绿植 可以收到漂亮的花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中国流行网起立世界 欢迎各自回到今天我们的大牌档案站 邀请到陶礼君跟米儿一起闺蜜小旅行 所以我们最近分享的就是可能三天两夜 两天一夜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方式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尤其是离台北不远 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刚讲了说这个圆明的 就是圆明朋友他们的这个小咖啡厅其实是蛮有特色的 虽然不大但是也很有feu 我就觉得年轻人其实他们自己有个理想就开始做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新竹的南园好不好 两位都去过了 我上次是跟李军去 刚好那天米儿其实没空 可是米儿出国了 但是米儿之前就去过了 也是音乐吗 对也是音乐季 因为他们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办一个类似像音乐季 首席之声 然后就会请很多人在他们前面的大草坪那边 然后听音乐然后吃点青食 我觉得感觉还不错 还蛮浪漫 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南园 我之前好像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 他是原来联合报的这个就是创办人 王铁武先生的故居 那他其实是占地大概27公顷 可是他有一栋欧式的建筑 就是我们现在住的那个 就感觉上就是依山而建 所以进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 就是感觉上一片的竹林 然后进去check-in以后里面都是地板 但外面的会比较洋气啦 就感觉上 但是你如果在跨过一片的那个 绿意盎然的草坪之后 很大的一片草坪 你会进入江南的园林 好两位请介绍 就是因为我觉得每次进去 你们都拍照出不来 我在前面等草里军等了好久 对啊因为他那个江南园林 好像就是台湾最大的一个 江南市的园林 华人圈最大的 因为他的那个 因为其实我们以前就是要看园林的话 通常要去大陆那边嘛 像佐政园那种 可是在台湾能够看到这样子保存这么好 然后其实他的建筑真的是就是 就是亭台楼阁加上流水的那些造景 其实我真的觉得真的做得很好 然后因为他 因为你一定要在那边住一个晚上 因为他一天就是不同的时段 他在那边拍照是不同的感觉 我看那个李军就觉得是每一个拱门什么都很好拍 我觉得他设计的风格很好 而且他其实进去之后 因为他们会有导览 所以他会跟你讲 譬如说什么 他们那个楼不是会有什么中轴线 对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就是说因为他是什么 如果跟那个什么 王孝兰女士的那个龟房是一楼 是一个就是用木片打出来一个门 然后门上有一朵牡丹 但是他可以上二楼的小阁楼 然后他可以在自己从二楼走下的时候 有一个小花园 对就是他就是这样子 你在里面就是每一个 应该说每个角落都是风景 对他是层层绿意 然后你就看到一个古的一个建筑 那我觉得其实他比较让我感动 我就一直跟大家说 他其实要维持这个 对我们现在看他 他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尤其是那边很多雨 而且他的修缮又做得很好 就是你知道有些东西就是 你是经不起你细看的 你远远的看拍照都很美 那你进去你近看 你会发现这个坏掉 那个残破 可是我觉得男员他维持非常的好 这可见得他花了非常多很细的 就是你看不见的人力成本 在处理这个 而且我发现他们的员工都好 好骄傲的是我们是这里员工 他把他自己当成自己的一个家 他们每个员工都能说故事 我觉得很厉害 还可以煮菜 我记得是我们在吃用餐的时候 他们每个都是跟你讲得很清楚 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我真的看到不厌其烦 他会先不打扰你 他先不打扰你你确定了 他就慢慢讲给你听 然后你不清楚的再问他 他可以再讲一次 我觉得他真的会觉得那一套餐对他来说 是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做出来的 你会真的觉得因为有一些说菜 其实在很多餐厅都很流行 可是你会觉得他说菜非常非常的 好像在背书一样 可是在南园他们的说菜 就会让你觉得说他真的很爱吃 他真的觉得这个很好吃 然后想要推荐给你的那种感觉 而且他们真的用的食材都是小农器做 然后不管是酱油 我们那天忘了买酱油了 他说台北有在卖 因为其实南园的全称是 The One 台北集团的管理 他的全称是这样 是叫The One南园人文客栈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台北有一个餐厅 但其实老实说我在以前在南园 我是没有住过 我就是纯粹参观 但我住了这次南园 我更觉得他其实把人文庭园 跟那个古代的很多造景 他就是那旧式的那个氛围 融合得非常非常的好 首先就是如果 就是如果从单价来说 你会觉得 就是说我只不过 我只不过是在国内做个小旅行 要花这么多的钱 我可以理解 因为我看到价位的时候 尤其他通常是包package 像我们这次去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音乐家 那事实上我觉得 他们其实是做了很多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其实听起来蛮物超所知的 其实是物超所知的 从他的餐 他是一泊二食 一泊二食 我只能说他的餐 因为我们现在都很流行米其林 我觉得他有米其林款的味道 就是有那种style在上面 让你觉得说 但其实我觉得他的试吃性很高 你也不用担心你吃不懂 我觉得那个猪油拌饭也太好吃了 但我很喜欢他们的咖啡 我是直接在猪油拌饭就垮了 我必须说应该是 他不能说是我吃过 我不敢讲 他是绝对是最美味的猪油拌饭 但他肯定是我非常非常难忘的猪油拌饭 而且他的猪油拌饭一点都不简单 你知道 因为他其实有很多的工序 然后你们上面加的这些 就是可以拌在一起的这些东西 真的就是让你觉得 细腸这个品味 就只是你会觉得心里有负担 是会不会胖 因为他太好吃 你会想一碗再来一碗 而且他们的菜单其实是经常在换的 是的 那个Chef很认真的研发 所以像你们吃到跟我吃到就完全不一样 不会一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地方 因为其实你真的去过你之后 他其实真的有点前不早春后不早点 因为你进去之后 你真的想要徒步去哪里是不可能的 就从高级大概开车要半小时 就是你要觉得很山里面 所以他其实两天因为他包的是很清楚 除了餐之外 他也就是希望你在那个空间里头 好好享受 不过我觉得男员 他因为外围环境整理的很好 你光徒步或者你在 他如果有包音乐饗宴 你在那边 我觉得是真的可以放松 蛮放松的享受一个蛮刺激的价值 这次我也很喜欢的是 因为他们在那个晚上 有一个黑胶唱片的爵士乐的欣赏会 也是他们一位员工 年轻的员工 分析每一个歌唱家 就是一个声乐家或者是一个音乐家 然后自己收了很多黑胶唱片 然后再告诉你说 你吃喝那个地瓜威士忌 然后再配上那个腌制的萝卜干 就黑金萝卜干 那个叫什么菜脯 菜脯 我没有想威士忌跟菜脯会这么合 而且我还喜欢到我跟秀莲姐讲说 那个菜脯我把它带回家 因为他把菜脯弄得很薄 很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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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有用那个牙签把它串起来 我真的觉得 就感觉人家通常的鸡尾酒上面 会有一个橄榄 但是他放的是那个腌萝卜干 还蛮有味道 而且最重要的是爵士乐好好听 然后第二天的萨克斯风也是非常精彩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中国流星王 起离世界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 陶礼君跟米儿带来的 闺蜜小旅行 这是我们大牌档案当中 不一样的一种分享 平常其实在这里面 我们也可以分享很多吃的 所以这个新竹呢 其实我们一直觉得 就是他可能现在是科技之城 然后可能房价很贵 然后可能就是小吃 大概要吃点霸碗 什么类似这样 但是在这里真的可以吃到 他们非常用心 我刚刚有讲说 他们总共只有五十几个员工 管理这么大 但是你知道吗 那个员工昨天晚上在讲唱片 然后白天就带你去那个 就是讲解路上 然后隔一会儿 你就看到他在修那个屋顶 多才多艺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蛮让你可以 就是在里面就想一想 他们真的是把那边当成自己的家 因为我觉得那地方 也有交通的首先的障碍 就是限制 他首先他这样限制 就是真的能在那边上班的人 其实也有他的限制的条件 但我觉得就是他们其实在那里 就看到男员给你满满的热情 他欢迎你这个外地来的客人 他给你在当地 他能够呈现最好的东西 就是其实蛮感动的 而且他总共只有二十个房间 每一个房间其实都是各自 类似就是比如说外面是看不到的 然后也不会有平行的建筑什么的 所以你就自己有自己的 你们住的那个房间 应该浴缸非常大吧 就是一个大浴缸 陶礼君的是公主浴缸 最重要我觉得浴缸还是其次 我觉得是他有准备那个药槽浴 那个叫做洗尘汤 洗尘汤 我觉得好用心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很小的地方 就是让你觉得说 不是随便买个浴缸给你就觉得 陶礼君你是把整罐倒下去 对我现在只是想听跟听众朋友分享 就是会不会有人看到他 觉得我应该拿起来喝呢 一边泡一边喝 但是我是把两个药包通通拿出来 再踩在那个浴缸里头用力踩 没有他是那个药包 你把那个药槽浴的水就是汤都倒 但我觉得不够啊 所以把那个药包拿进来 药包其实是让你搓身体的 戳身体啦 晚上还有另外一壶 那壶就是让你安眠 第一个是晚上的是安眠 下午的是洗尘 然后通筋骨 我就很仔细的看那一道想 哇这会不会让我真的很舒服 那个浴缸是最让我难忘的 你也是那个大圆浴缸 大圆浴缸 但你们两个说不定坐在同一间 因为他每一间不一样的 他每一间不一样的 我211 好了 PASS 我感觉上很难 很难记得每个房间的号码 我们现在应该要赶快再讲一家餐厅 而且那个下午的爵士乐也很棒 晚上吧 下午第二天的下午 他下午还有个爵士乐 那个爵士乐 然后还邀请了一个日本的作词作曲 萨克风家 两位音乐家真的非常棒 听的音乐我们都好开心 那米儿你上次去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我上次去的时候 因为我去的时候天气其实非常好 我是很注重在吃上面的人 但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下午的音乐会的时候 他其实就会给你一个点心的set 我那次刚好 我没有吃到点心的set 但是我没有吃到一个威士忌加鸡啊冰 那我没有 因为我们跟那个点心的set 我是美酒 我是美酒 它很妙的是 它那个份量很大 所以我到晚餐我根本吃不下 所以它其实每一次的活动策划都不一样 中秋节好像也有 对我就说他们很用心的在弄这些东西 因为它每次的活动的内容都不太一样 它习惯不要一样 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小闺蜜们这样的旅行真的很营养 我们又可以吸收不同的养分 而且就是其实你要跟对的人一起出去旅游 然后你整个就是放松开心这样子 像我们这次在厦门遇到也是 对对对对我跟米儿住厦门然后蛮好开心 我告诉你米儿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女生 所以她订了一个非常浪漫的民宿 我是非常务实的我也知道要有一个大阳台 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民宿有一个大院子 我有个大阳台我们都走不出去 实在是太热了 就是适合拍照啦 但你儿那个民宿好漂亮 就是地中海风 就是希腊风的然后整个都白色 而且我觉得很棒的是 他们现在大陆很多这种民宿它都会流行 就是说你在入住的时候他们会请专业摄影师 帮你拍美照 所以像我就跟他就约了一天时间去拍美照 可是他的美照就是说 实际很棒 他可以让你选五张照片是free的 可是 你就觉得他拍的都很好啊 不止五张啊 所以你就要知道啊 陷阱在这里 可是因为你知道吗 就是你如果遇到跟你一起出去玩的 你不会拍照 你就真的很吐血 所以能够帮你拥有漂亮的照片 但我觉得米儿这一次非常值得啦 我觉得我主要是跟着米儿吃 吃的不错 我们下次再来聊聊各种吃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非常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 我们来听听卓文轩的幸福调味 4点是吴若泉主持的美食来哈拉 See you tomorrow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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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